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卡的频道 这期影片内容是有关或者特别票的任务内容 以及4月5号的游戏公告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任务内容 通关限定任务 通关在A6琥珀的新跑酷 通关火山第二区的新跑酷 通关三次紧急任务 使用活动点数来换取商品 击杀老链 完成日常任务 接下来这两个任务是击杀两种不同的巨型怪 通关故事情节 角色等级达到70级 通关DF的最终形态的紧急任务 击杀五只绝望 通关A6区域的Rank7的爬塔任务 还没完成这些限定任务的玩家 记得要赶紧了 因为这些限定任务的期限是在4月5号 接着介绍的部分是4月5号的公告内容 首先是任务报酬的调整 任务有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热场任务 采矿任务会从一个指定的区域改为两种指定的区域 然后报酬的部分是把强化素材移除 再来是击杀怪的任务 它会从一个指定的区域改为两个指定的区域 报酬的部分就跟以前一样 再来是完成4个热场任务的报酬改动 从任务里获得的金币从4000改为13万 获得的矿石会改为强化素材 再来是每周任务的部分 强化武器以及PSE的任务会被移除 紧急任务的部分是通关 紧急任务的次数从一次改为3次 再来是报酬的部分 金币从10万改为5万 所获得的Mission Pass的新数从8颗改为20颗 获得的道具有一个半血复活人偶 以及一个XQ和一个特殊刮票 法塔任务的部分 居通关的次数从一次改为3次 奖励的部分 金币没有改动 但是它的Mission Pass的新数会从8颗改为20颗 获得的道具有1颗XQ和1张特殊刮票 击杀特定类型的怪的任务会被移除 击杀特定数量的任务会总和为1个任务 通关这个任务的条件是击杀1000只怪 报酬改动的部分 从每通关一次可以获得5万的金币改为 只能获得一次 Mission Pass的新数会获得20颗 道具方面会获得1颗XQ和1张特殊刮票 完成日常任务的部分是 通关次数从24改为25次 获得的金币从20万改为5万 Mission Pass的新数会从8颗改为30颗 获得道具有10颗XQ和1颗XQ 把两个留美任务重整为1个 通关的数量改为15个 报酬的部分大致上一样出了道具的部分 道具会获得5张金票 再来是有关4月5号更新的时间调动 从日本时间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改为凌晨2点到下午5点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补充的话 欢迎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就是